好,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传制博客CGI学院深入理解Python公开课 那么我是CGI学院讲师徐竹 那么这次呢,咱们接着之前的话题 咱们这次呢,该来讲这个Python里面对文件的操作 那么有的同学呢,是第一次参加咱们公开课 那么我对咱们公开课呢,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我们的公开课呢,咱们的主要分成了八次去深入理解Python 那么在第一次课程里面呢,咱们主要呢,介绍了如何高效的去开发Python 也就使用Python的开发环境去构建咱们的生产环境 以及呢,学习了一下Python的一些语法基础 比如说变量了,函数了,字典了,列表了,循环语句 这是第一次课,介绍了Python的一些基础和开发环境 那么第二次课呢,咱们主要介绍了Python当中自不串处理 与一些特殊的函数 好,Python之所以强大体现在了这个Python的自不串 对自不串进行这种多样化的这种正格表达式的处理上 那么第三次课程呢,咱们站在面向对象的角度去介绍Python Python这门语言呢,咱们说呢,是可以面向对象的 那么在第三次课程当中,咱们介绍了如何去制作模块 如何呢,去实现Python当中的类,以及类的继承 那么第四次课,也就是今天咱们呢,主要要学习Python文件操作 咱们使用Python的文件操作 去操作咱们的词盘文件进行读写IO 那么第五次课,咱们呢,会介绍一些应用案例 一些短小的经典的,具有这种魔幻色彩的案例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些Python的案例,经典小案例 那么第六次课呢,咱们说呢,Python是一门交水语言 它可以粘合Java,C++,PHP等等,都可以去粘合 那么咱们第六次课呢,主要给大家呢,介绍一下 如何用Python去粘合C和C++来提高咱们程序的性能 实现C和C++代码的复用 那么第七次课,咱们来介绍一家Python 结合Linux系统网络编程 那么咱们用Python呢,去实现这种HTTP的这种网络 请求服务,以及这种原生的Socket网络编程服务 那么第八次课,也就是最后一次课 咱们结合这种Python提供的Web框架 来学习使用Python进行Web开发 在这次课里面,咱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Jungle 那么Jungle呢,它是一个全战式的Web框架 非常可以这种便携的提高咱们开发速度 去开发Web网站 那么第八次课呢,咱们会结合Jungle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Jungle里面的这种MTV这种模型 再来呢,介绍一下时下比较流行的这种微信Google号 APP开发 这是咱们的八次公开课的一个计划 那好,那么这次呢,咱们来进入到咱们的第四节课 文件操作 那么之前的课呢,咱们都录有视频 有同学这个找明明老师,或者说找我要视频 那么最近呢,我一直在实体班上授课 这个时间可能比较紧 一直没有来得及给大家上传 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上传上去 大家可以找明明老师呢,来 要这个公开课的资料 那好,那么咱们回到咱们第四次课里面来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学习这个文件操作 我把我的课记本改成节能模式 今天下了课以后呢,忘了带电源了 改成节能模式 好,那么咱们来看文件操作 那么提到文件操作 咱们无非呀,就是要对文件的进行这种输入输出 这种操作 那么咱们来先来梳理一下这个 咱们对文件要干什么事 那么首先呢,咱们说 咱们的文件呢,都是存储在咱们磁盘上 在咱们磁盘上呢,存有这个file 好,存了一个file 这个呢,是咱们所谓的磁盘 那么现在呢,咱们要去操作这个文件 这文件一般有什么操作呢 在C标准库这一层 那么咱们很多同学呢,在大学里面都学过C语言 那么C标准库,也就是C语言标准库呢 对文件提供的操作呢 还有这个fopen,fclose,fread,fright,ftrend,fget,fput,fgetc f root c 还有f seek f flush 这些函数呢 是咱们c标准库提供的 耳熟能详的啊 直接把它的都列出来 这些函数呢 c标准库顾名思义 这些函数呢 都是c语言实现的 那么咱们可以利用f open 去打开一个词盘文件 f close 关闭一个词盘文件 f write 读这个词盘文件里面内容 f write 往这个词盘里面去写内容 f print f 格合适化输出这个词盘文件 f guides 是一次呢 从这个词盘文件里面录入一行 读入一行出来 f put 往词盘文件里面 一次写一行 f guides c 从词盘文件里面一次读一个字符 put c呢 一次写一个字符 f seek 是用来设置 词盘文件的读写指振位置 f flush 是刷新 词盘文件 也就是刷新缓冲区里面内容 到词盘文件里面去 这是 c 标准库 对词盘文件的一组操作 那么咱们说 c 语言呢 是学习其他语言的一个根基 为什么大学必修课啊 或者说每个专业 别管你是计算机专业 还是这种通信了自动化电梯专业 等等都会去讲 c 语言 因为你会发现 c 语言那是跟很多语言都是相通的 或者说很多语言都是参照 c 语言来设计的 如果你对 c 语言这种函数 比较了解 比较熟悉它的用法 那么这会儿你在去学 python 的时候 你会发现学习起来非常的爽 因为它跟 c 的函数呢 太相似了 那么在这儿呢 过后咱们就来这种对比式的呢 来进行学习一下 好 那么咱们来看 那么在这儿呢 由于是第一次来参加咱们公开课 那么我在这儿选用的python的开发环境的是python2.7 那么最新的python的环境的应该已经到了python3.5 也就是三这个大系列 那么现在我用的是二这个大系列 为什么呢 因为在商用部署商用开发领域 大多数包 大多数第三方库都是基于python2所编写的 所以你要生产部署的话呢 还是建议大家用python2这个环境 不建议你使用python3 好 那么咱们来看啊 咱们要像操作文件的话 咱们先来熟悉一下 我现在如果如何从键盘读取输入 从键盘接受输入 那么在这儿呢 咱们可以借助ipython这个环境 好ipython里面咱们来看 我呢 敲一个函数 Raw input 那么这个函数有什么作用呢 我这儿给一个 buffer等于它 那我敲一个hello传制 播客 好 敲回车 那么我去print一下buffer 那么它所接触到的键盘输入就存到了buffer里面来 buffer里面存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咱们说python这种语言 它的变量呢 是不需要你去前面加修饰类型的 那么buffer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咱们type off一下 咱们type一下buffer 来咱们看这是stray类型 好 这是Raw 咱们Raw input 咱们可以获取用户输入 咱们可以获取用户输入 好 那么还有一个函数 gut input函数 我可以呢 给一个提示语言 isput your name 好 那我再定一个返回值去接收它 your name 那么这个提示语呢 就显示出来了 就输入你的姓名 姓名 c++ 特殊的字 去换一个 xwp no define这个名字呢 没有定义 没有定义 那么咱们呢 没有定义的话呢 咱们就 换成这个样子 好 你的名字是什么 传制 好 那么咱们看一下 your name 里面存的呢 就是这个传制 这个东西 好 那么咱们先简单的热身 咱们可以看到 跟键盘的输入输出 可以用到这个 iw input这个函数 那么咱们再来看操作词盘文件 那我现在呢 我用的是这个 ubuntu blinks的一个虚拟机 我当前在什么目录里呢 我pwd一下 我在homeitclub的目录里面 那我呢 去操作一个文件 那么为了便于大家观察 我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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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4 1214里面 里面现在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那我现在呢 我去运行pypython pypython是一个python的解释器 那我现在呢 可以呢 我去操作啊 操作一个文件 比如说 我这个文件名啊 咱们用一个啊 fp 等于什么的open 我去打开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名字 我写个名字 叫 hello test 那么我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咱们说存在不存在啊 刚才ls的时候 当前目录下是没有任何文件的 所以我要去创建这个文件 创建这个文件的话呢 我需要指定它的呈现 w就是要求是说创建这个文件 好 创建完这个文件以后 fp.r 啊 点的时候呢 我去write 我往里面write write什么呢 write hello 这个字幕串 word 加加 交回车 这句话是说 我把hello world 这个字幕串 write到了fp 这个对象里面 第一句话 open 是说我打开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名叫hello.tip 那么这个文件现在在词版上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w呢 是write的意思 以写的方式打开这么一个词版文件 相当于创建这个词版文件 那么fp相当于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接收了open所打开的这个词版文件 也就是这个对象指向了这个词版文件 那我fp.write 这个对象拥有什么方法呢 对词版文件拥有什么方法呢 有write的方法 我write一个字幕串 write到词版文件当中去 当我写完词版文件以后 这个词版文件现在还是打开状态 那我需要fp.close 关闭掉这个词版文件 然后我退出ipads 那么咱们来看一看 我当前生成了一个hello.tip的文件 那么咱们这个文件里面有什么呢 我开启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呢 有hello.world 随家家 咱们如果用vi打开 可以看到里面呢 是有咱们写进去的字幕创 那么有朋友会问了 老师这些python下面 对词盘文件操作的函数都有哪些呢 那么咱们来看啊 回到刚才这种场景 那么刚才呢 我是fopen 以写的方式打开一个文件 现在呢 hello.tip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那么我可以通过读的方式呢 打开这个词版文件 得到一个实力化的对象 好 我打开fp.r 那么咱们按table键可以补出来 这个文件对象到底有哪些函数 文件对象有这些函数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所要讨论的函数 那么如果你感觉这种 你的你用的解释器点的时候 补不出来这些方法 那怎么办呢 也没事 咱们用一个help fp fp咱们说实力化的对象 我去hub一下 看看这个对象到底提供哪些东西 你会发现fp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class 是一个类 是file这个类 那这样的话 咱们有java或者有c++经验的同学就知道了 那file是一个类 那么刚才那个fp呢 就是一个实力化的对象 那么这个file这个类 有哪些方法 咱们来看 这些都是测的方法 下滑线开头的 是这个类的内建方法 比如说像这个init 这个呢 是相当于它的c++当中的构建方法 类里面的构建方法 那么这个类有哪些方法呢 close方法 close方法怎么用呢 close 它不需要传参 close可以干什么呢 关闭这个文件 还有像这种fflash 还有像这种read read可以传一个参数size 这个size是说你要读多少个字节 最多读多少个字节 那么read的返回值返回一个string 那么咱们在这儿敲help 获起来这个实力化对象的时候 它所拥有的方法呢 也都给你列出来 那么刚刚呢 我open打开了这个文件 以读的方式打开的 那么open返回了一个实力化对象fp fp我点儿 我用read的方法去读这个文件里面内容 读到哪里去呢 咱们说read的返回值会返回一个string 于是呢 我定一个buffer 我去接收一下 你敲回车 那么buffer里面有什么东西 咱们看一眼 buffer里面有read上来的这个字符串 有read上来的这个字符串 那么当你读完一个文件了 怎么办呢 fp.close 关闭这个文件就好了 当你关闭完文件以后 咱们再去fp.r 比如说我再去fp.r这个read 我们看会出什么情况 报错了 啊 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呢 啊 你IO操作的时候 IO操作于什么文件上呢 一个closed的file 也就是说你去对一个关闭的文件进行输入输出操作 所以报了错误 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好这个外部教程会和视频一起分享给大家 声音不清晰 加上耳麦试一下 这一系列视频 这一系列课都是有视频的 那么咱们C加学院咱们的官方网站上啊 咱们实体班是讲授Linux课程的啊 这个我本人的也是Linux 也是Linux的主讲老师啊 那么咱们这个腾讯公开课上暂时没有开Linux这个课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反映给明明老师 那我们统计一下 如果感兴趣的人数多的话呢 我们会考虑开设Linux公开课 这个虚拟机我也会一起给大家提供下载地址 这是用的Ubuntu 14.04的虚拟机 Linux 对我现在是等于是开着Windows 然后呢起了一个VMware的一个虚拟机 这个现在运行的是虚拟机啊 因为咱们这个通讯课堂的上课软件需要运行QQ 所以我没有进入到Ubuntu的实体机上 那么我的这个电脑本身是双系统的 平常在做开发的时候呢 我进到这个Ubuntu系统下 那么在上课的时候呢 一般就会进到Windows 然后再开虚拟机 这块可能咱们同学没法直接说话 我们在讨论区留言就好了 我会看讨论区 这个Web课件我会跟这个视频 今天晚上嘛 今天咱们下了课以后 我把这个视频上传 还有课件都会上传 到时候大家找明明老师要就OK了 这是Ubuntu 来北京的话当然可以在北京看到我 直接用虚拟机的话 主要是QQ没有Linx 现在的QQ没有Linx版本的QQ 也不支持这种上公开课的方式 双系统有什么优势 双系统的优势 Ubuntu嘛 它这个Linx嘛 它没有病毒 没有病毒 你进去以后也没有那么一堆垃圾软件 可以让你专注于开发 那么 再有这个用Linx呢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喜好 好 那么咱们回来 回到咱们的课程当中 好 那么咱们刚才呢 对这个文件操作呢 有了一个初步的体验啊 你会发现在Python下面去操作文件呢 啊 真是太简单了啊 也就几个函数 调用一下就可以对文件进行打开 关闭读和写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呢 来学习一下 那么咱们来看啊 文件 文件对象的属性 那么一个文件啊 它刚才除了那些open,close,read,write的方法以外 它还有一些属性啊 咱们这会儿来看一下它的属性 我重新进入iPython 来一个干净的环境 那么 fp等于open 我还是呢去打开这个hello pft 读的方式 咱们换一个r r加 r加的方式 打开这个文件 那么fp.r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属性方法啊 那么它的第一个方法呢 mode mode呢 是显示你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是以什么样的权限打开的 在这儿呢 r加 r加呢 表示既可以读又可以写 这是mode 那么fp.name 是说你的文件的名字啊 是hello.txt 这个呢也是一个属性文件名 那么再有这个 这个文件 此刻是关闭的还是打开的 这个文件此刻是关闭的吗 false 也就是说没有关闭 那么当我调fp.close的时候 这是方法 注意同学们 这是属性 这是方法 这个属性啊 来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关闭 这个方法呢 是去真正的关闭文件 当我调完这个方法以后 那么这个文件呢 被关闭了 那么咱们再来看这个属性 变成了true 这个文件确实已经closed掉了 所以这个属性文件变成了true 那么这个属性在这里有什么用的 那么咱们大家在写代码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写出这样的代码 if fp.closed 判断这个文件是关闭还是开启 如果它还没有关 然后执行if的自逻辑 如果它关了 else执行什么逻辑 可以根据这个属性 来实现咱们的一些业务逻辑 好 这是咱们看到的 常用的几个属性 文件是否关闭 文件名以及文件的访问模式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要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文件的访问模式 那么文件的访问模式 这个是通用的 跟c标准库是通用的 实际上python调用的这些函数 都是直接相当于去掉了c的函数 那么刚刚咱们用的这个 我用的这个ipython 也就是python的解释器 它本身就是用c去写的 那么c写的 大家想 咱们在这儿用一个 掉到一个open函数 那么python去实现一个open函数 怎么办呢 它实际上呢 就是掉用到了c库里面的fopen 这个函数 那既然它是掉了c库里面的fopen函数 那么c库里面fopen函数 所需要的参数 所有的参数 那么它们也就可以掉用 那么咱们来看 man一下fopen 看一下c标准库函数 有一个fopen函数 这个fopen函数 这是c标准库 include包含stdl.h里面 fopen 第一个参数 差新pass 这个呢是一个路径 指明你要打开刺盘文件在什么位置 这个路径可以是绝对路径 也可以是相对路径 那么提到绝对和相对路径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那么比如说 再开一个窗口 比如说我现在在什么路径下呢 我在home目录下 idcast目录下 1214这个目录 那么我的上一级目录是谁 我cd 趁着 我就趁着dir 我进入到点点杠 点点杠是上一级的意思 点点杠是上一级的上一级 再点点杠是上一级的上一级的上一级 这会我才pwd回到了根目录 那么咱们大家来看 它的上一级是idcast 它的上一级是home 所以再往上走就是杠 所以咱们看点点杠 点点杠这种形式 叫做相对路径 相对于当前位置的上一级 还是什么位置 这叫相对路径 那么绝对路径 叫我cd 从根目录开始 home目录下 idcast目录 1214 我进入到这个目录里 一下子就进来了 这个路径就称之为绝对路径 是从根目录开始算起的 那对应到windows平台下 windows平台下 什么叫绝对路径呢 也就是从c盘或者d盘 盘幅开始 然后冒号杠 后面跟路径 这就是绝对路径 那么相对路径呢 就是点点杠上一级 就是相对路径 那么在这里 fopen第一个参数 传的是路径 这个路径呢 是一个自无串形式 那么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mode 这个mode呢 是说你要打开 这个文件的 访问权限 是什么权限啊 这个mode展开来讲 有这么几种情况 r w a r 加 w 加 a 加 好 常见的呢 有这么六种情况 r的意思呢 是说只读 只读打开一个文件 也就是说 我对这个文件的操作呢 是只会去读 不会去写 w呢 是只写 只写打开文件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 如果文件不存在 它会创建这个文件 如果文件不存在 则创建 如果文件存在 则截断文件 那么什么叫截断文件呢 就是如果这个文件 假设已经有一百个字简了 截断文件 就是把文件长度 截断成零 截断成零 也就是把这个文件内容啊 清空 这是w这个属性 w这个权限 大家用的时候 一定要慎用啊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去写了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呢 写了两万字 你突然用了一段代码 去操作这个论文 你open 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你不小心用了w权限 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这两万字的论文呢 就没了 被你覆盖掉了 所以w权限啊 咱们说一定要慎用 那么a呢 咱们充之为追加 追加 追加写 那么什么叫追加写呢 追加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打开文件以后 他会 往这个文件的末尾的位置 开始写数据 不覆盖文件之前的内容 这叫做追加写 好 那么r加 r加的意思呢 是说读写 方式 读写方式 打开 那么也就是r加 r本身是可以读 多了一个加号 就意味着你对这个文件 可读可写 也就是咱们称之为 读写方式 打开文件 那么w加 原来呢 w呢只能写 不能读文件 w加呢 也是可读可写 可读可写文件 那么他和r加 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最大的区别 就是后面这句话 我拿过来 如果文件不存在 则创建文件 如果文件存在了 那么他会截断文件 这是他和这个 r加的区别 r加 这个文件 如果不存在 他不会创建文件 那么open的时候会失败 好 A加呢 原来A呢 是只能追加写 A加呢 也就具备了读权限 追加 打开文件 可读 可读可写 如果文件不存在 和创建 那么追加呢 他呢 还具备创建文件的能力 也就是文件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他还可以创建文件 在这里 大家注意 只有W和A 可以去创建文件 R是不允许创建 一个文件的 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 mode 文件访问的权限 文件访问权限 有这么六个权限 这是最常见的 那么你了解了 这六个权限以后 咱们再回过来 再来看 Fopen这个函数 你给一个文件的路径名 然后呢 你在mode权限里面 指明 你要如何 打开这个文件 是读啊 写啊 还是追加 打开一个文件以后 C标准库这块返回了一个 file新的指针 文件指针 咱们称之为 这是C标准库 如果你对这个C库函数 有了一个认识理解 这会儿你再去学Python 咱们再回到Python 这个层面上来 我启动这个Python 我呢 还去 这会儿啊 我去FP 是用来 作为这个实力化对象 我去Open打开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咱们先来试试啊 Open 打开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这个文件叫什么呢 叫123 Test TRT 这个文件是不存在的 我打开的时候呢 用R的方式去打开 咱们来看 啪 报错误啊 什么错误呢 我再来看 No search file 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或者说目录 你发现R呢 它不能创建 那好 那我这会儿 换成 W咱们知道 刚快咱们试过了 可以创建一个文件 我现在换成A A 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然后我 FP.close 直接关闭 我不往这个里面写东西了 然后呢 我退出来 咱们来看看 有没有创建这个文件 Test.txt 创建成功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大小 Test.txt 文件大小为零个字节 我只是创建了 没有写东西 那么咱们所以说 A呢是可以创建文件 A点的权限 好 那么 FP等于 Open 这边我去操作 Hello这个文件里面 咱们知道 已经呢 有内容了 我现在干嘛呢 以A的方式去打开 A的方式 咱们说是追加写 我打开这个文件以后 我FP.write 我再去写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控额 写上这个 咱们给最佳学院 我是最佳学院的 咱们驱逐 驱逐 那么咱们传制呢 各个老师呢 都有一个名号啊 我这边的名号呢 是虚逐啊 那么咱们写进去 FP.close 关闭 回车 好 然后呢 咱们呢退出 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 给打开看吧 咱们看 虚逐 这件事呢 就被追加到 明年末尾了 这叫做追加 追加就是 接着原有文件的内容 后面去写 这叫追加 那么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不是追加 你是直接写 又是什么效果 FP等于 open 这个事啊 看起来有点啰嗦 但是啊 这个事你在 做开发 或者写程序的时候 非常关键 因为你一个参数的 马不大一 可能造成 别人很重要的 一个文件的丢失 好 我一写的方式打开 hello.tft 那么这会儿我 fp.write 去写 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明令 回车 fp.close 关闭 好 推出来 看一眼 好 大家看 我这个文件里面 只剩下明明了 之前的那个 hello 那么c++ 虚逐这件事呢 很多都没有 那么大家试想一下 你作为一个开发人员 由于你的马不大一 最后一个参数 你没搞清楚 你没搞清楚 是该用a 还是用w 最终造成的一个现象 就是别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啊 被你给覆盖了 好 这是咱们所谓的这个 w 那么刚才咱们还有一组带加号的操作服 这个带加号的操作服 好 那么还是打开hello.txt 打开这个文件 这会儿呢 我以 r 加的方式打开 r加呢 咱们说是可读可写的方式 我打开 我看一下我的权限到底是什么 mode是r加 那我既然打开以后呢 我可以fray的 我去读一下里面的内容 那么fray的 你不传参数 就是读里面的内容 如果你传一个参数 就是你指定读多少个字节出来 假设我指定读1000个字节 但是我这个文件里面 有没有1000个字节呢 咱们说没有 没有1000个字节的话 文件里面剩下有多少个字节 就读多少个字节 那么ray的1000的意思是说 我最多最多读到1000个字节 如果你这个文件里面有一万个字节 那我本次ray的最多读出来一个字节 最多读出来1000个字节 因为我指定了我要读1000个字节 那么ray的上来的数据 它会作为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所以咱们需要定一个变量去接收一下 好 那么咱们print打印一下八份里面的内容 读到了明明这个字符串 那么你读到这个字符串 咱们说呢 你可读可写 这个东西是可读可写的 我现在fp.write 我去写 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明明 and 和谁呢 和it.caf 传直播客 好 这会我去fp.close 关闭这个文件 再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大家猜一下这个文件里面是什么呢 大家猜在这里面是什么呢 好 大家看跟你想的一样不一样 明面 and it.caf 注意它是没有覆盖明明的 于是有同学说了 老师 哦 原来你这会儿写呢 是接着它最后往后写的 刚开始咱们说呢 哎 里边呢 有了明明了 当我写的时候呢 and.caf 接在了明明后面 有同学说了 老师 写的时候 是不是接着这个文件的末尾开始写呢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个小实验 还是刚才的代码 先 读 读写的方式 打开文件 然后呢 我这会儿啊 我不读了 我直接往里面再去写一个字母串 啊 虚竹 再写一个字母串 就会说 fp.close 那么按照咱们大家理解 这会儿文件里面应该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看 成什么了 虚竹 去覆盖掉了明明 这个字母串的部分内容 那么这会儿把大家呢 搞晕了 哎 老师 你刚才明明是字母串 后写的字母串 跟在了这句话的最后 啊 这一次写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字母串又到了前面呢 啊 是不是啊 同学们 我来看看咱们同学们 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同学吗 可以打到这个讨论区上 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同学吗 那同学说刚才的现象呢 确实是从头写 但是第一次不是从头写 对吧 同学们 第一次写在了明明后面 第二次呢 是从头写 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把这个问题 为什么啊 咱们留成一个课间讨论的小话题 咱们第一阶课呢 咱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呢 我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 好 那么 明明老师 咱们课间休息一下 明天